项羽,一个和刘邦争夺天下的失败者,却被后世称赞于之神语,千古无二,有人讽刺他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,只能自挽无疆,也有人说他是众多名将中,唯一能称千古第一。 那么历史上的项羽,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,他的两大封神之战又是什么? 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事。 项羽是江苏肃谦人,是诸侯国项国的后代,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。 出身名门的项羽,从小怀有反秦之职,年仅二十六岁就称霸天下分封诸侯。 此时的项羽不仅是少年霸王,更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无敌战神。 巨路之战中,不仅让项羽一战封神,更是将他的领军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当时项羽手中只有五万兵了,其中主力只有八千江东子弟,反观王力率领的长城军,与张寒打破各路敌军所率领的刑徒军。 两者结合足左右四十万人,五万对战四十万,面对九死一生的场面,项羽却丝毫不惧,他率领全军破釜沉州渡黄河,以一副当官的姿态,强势登上巨路。 双方激战九次,而项羽九战九胜,最终生气亡黎,收复张寒,使得储君信心倍增一敌势,最终拿下了巨路之战的胜利。 经此一战项羽长驱直入咸阳,杀死秦王子英,火烧鹅旁宫,最后带着无数财宝返回江东。 在各路诸侯的臣服下,项羽自立西楚霸王,顶都蓬城。 然而项羽怎么也想不到,他拼死拼活,南征北战,却为汉王刘邦做了嫁衣,至此一场关乎生死局的楚汉战争拉开帷幕。 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,以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为首的两大集团,进行了一场政权争夺的大规模战争,史称楚汉战争。 楚汉战争是少年霸王与流氓皇帝的终极之战,尤其是蓬城之战,是项羽的第二次风神时刻。 这场战争不仅以少胜多,更是一场将背袭战术运用到极致的权谋战。 公元前201年,刘邦率领五路诸侯的兵马,攻击50万人建制楚国。 项羽听闻后,将大部分兵力留在原地继续攻打齐国,而自己则亲率三万兵马支援蓬城。 经过长途奔袭后,项羽率领大军到达汉军根据地消息,在凌晨时刻,随着一声令下,楚军事务破竹般地在刘邦大军侧面发起起起起, 从萧县一路由西向东,凌晨发起攻击,中午就打到了蓬城。 这一战不仅让刘邦狼狈而逃,还大破敌军十余万人,若不是一阵怪风突然出现,楚汉格局或许就要被改写。 最终在数十骑兵的拼死保护下,刘邦才得意逃出去。 蓬城一战,不仅让项羽二度封身,也彻底让刘邦感到恐惧。 随后被打怕的刘邦选择与项羽一合,双方最终签署了鸿沟合一。 但项羽万万没想到,刘邦居然是个十足的小人。 合一签完后项羽领兵东归,他前脚刚走,刘邦后脚就撕毁盟约。 他拜韩羽为大将征讨项羽,双方终于爆发了决定命运的干辖之战。 项羽被刘邦的大军围困在干辖,兵马缺少粮草搏苟,只能率领八百铁骑夜间突围。 最后被汉军追击到吴江,自认不能脱身的项羽,最终选择吴江自问。 虽然楚汉之战最终以项羽失败落下为盟,但是后人却依旧将其称为千古无二。 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失败者,能向项羽这样备受推崇。 因为项羽留给诗人的形象,不仅是个战力无双的霸王,还是个蒙虎秀强威的真君子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说到西处霸王项羽,人们能够想到的除了他为安的身影和部所的战力, 剩下的也就是那则七美的爱情故事,霸王迭击了。 这则故事的出现,让世人见识到了一个铁骨铮铮却不失温柔的像。 就算项羽在最后孤立无援,但他始终没有丢失男人的责任感,将鱼姬牢牢地带在身边。 所以项羽和刘邦最大的不同就是,他虽然是个薰贵子弟, 却比刘邦这个事情出身的普通人更多了一丝人情味。 刘邦在攻破洛阳城时,他明明可以第一时间将妻子吕芝和儿女接到身边, 但他却贪图享乐,导致项羽打过来的时候,吕芝成了储君的俘虏。 在项羽的手下战战兢兢地活了两年后,吕芝才被放归, 由此可见在刘邦的眼里,权力是要大于和他同甘共苦的妻子的。 怪不得吕芝之后会黑化,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刘邦之光, 对枕边人都尚且如此,更何况是他的一双儿女呢? 为了躲避项羽追上,为了让马车跑得更快一点, 他三次将儿女踹下车去。 作为丈夫与父亲,刘邦无疑是不合格的, 但反观项羽哪怕四面楚歌, 她的第一反应是担忧于姬日后该如何, 甚至不忘安慰她要学会保重。 可见项羽并没有让于姬一同赴死的打算, 但于姬也是个性情刚烈的女子,不堪苟活, 听闻项羽抱了必死之心, 她干脆拔剑自吻,项羽来不及搭酒, 只能抱着于姬的食身痛哭。 所以霸王别姬尽管凄满, 但他同样让残酷的战场多了温情, 也让高高在上的霸王跌落凡尘,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感情的英雄。 相对于刘邦这种功力心很强的小人, 我们内心更多的是渴望项羽这种近乎完美的男人, 所以人们在评价项羽时, 难免都带了一丝偏心。